红海宣布再投资至少10亿元 向苹果来买新设备 市场分析这不仅显示了 苹果跟红海的关系密切 也被解读成要扩大 iPhone 16的生产分散供应链 而另一方面随着灰达 在梦买举行AI峰会 执行长黄仁勋看好AI功能 将会大幅地提升上班族的工作效率 红海 红准跟健看 以及其他的代工厂 广达跟伪创的股价都跟着走强 红海24号宣布 印度子公司斥资台币超过10.2亿元 向苹果购买新的机器设备 外界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扩大 iPhone 16系列手机 在印度的制造能量 降低地缘政治风险 他们现在看起来知道说 Apple的手机大概有4% 现在已经是印度制造 然后这个比例以后慢慢会上升 一旦这个失火还没有结束 调查结束工厂还不能回复产的时候 它会需要从中国或是其他地方 紧急地去做零组件的供应跟部署 补光如此 中金院国际经济所赴研究员戴志言补充 这其实也是在展现出 红海和苹果的关系很密切 而随着汇达执行长 黄仁勋在印度梦买的峰会上 大大看好AI功能将提升上班族效率 相关台场股价也硬生涨 那指标性的个股当然我们会看的是 2317的一个鸿海 因为实际上鸿海从 这个公布9月份的一个营收之后 当时的股价其实就已经有先往上去做一个跳高 而后在鸿海的一个科技当中 其实乌军一发言人他也看到说 这个GP200它会从11月份开始做生产 到12月份的时候会正式开始去做一些出货 不光是鸿海旗下红准股价走扬超过4% 建汉也有超过3.6%的涨幅 其他代工厂像是伪创更飙涨超过5% 所以GP200即将生产出货 相关台场的后续营运动能也备受关注和期待 这里还有林秋强台北草报导